大家好,歡迎收看三分鐘市評,我是孫雲喜 今天點題是26,000,能否守到呢? 講述市場的情況 今天市場繼續偏遠 低開後,反覆回軟,跌幅至300點 其後跌幅稍微收窄,全日跌247點 26,323點收市,成交745億 今天市跌得厲害,和昨日派業績出來 令市場人士失望的行訊,是其中一隻拖市內 跌2.3%,跑輸大市 加上其他重磅股都有跌幅 有邦跌1.7% 本地經濟股繼續捱沽,新地跌1%開外 拖累市場,今天再跌200多點 今天市場再跌,其實也算是預期之中 因為最近香港的情況,政局繼續混亂 加上昨日的業績出來 即是說騰訊,也算是一般 今天跌,也算是市場人士預期之內 但再跌多少呢?會否26,000點 首不首腦呢? 即是點題有幾個字 這就是市場人士的關注點 初步看,明天的市場再向下市低位的可能性 仍然在 一方面,剛才提到 恆訊業績一般 今天見到已經大幅下跌 成交還增加 下跌動力在 估計再向下市低一點 這其中一個,令市場人再下跌 另一個原因就是恆生指數 看到了,今天就再跌 昨天稍稍穿前浪底的支持 之後收回上去 沒有那麼差勁 結果今天就再穿前浪底支持 證實這個底已經穿了 還有五十千線 連續兩天走回五十千線之下 其實走勢是一般的 在這種情況之下 再向下可能性是大 加上明星期五 逢星期五的市場都是弱弱的 因為擔心星期六日 香港的情況不知會怎樣 所以逢星期五 通常都有貨的 輕裝上陣 探偶 還有人都在試沽一下 先駁一下 下星期一可能是再展跌浪 再展跌下去 在這種情況之下 恆生指數明天再試低位 再試一試這條上升軌支持 這支兩萬六千點心理關口的可能性 是存在的 只不過會不會一下子就跌穿去呢 或者下星期初會不會跌穿去呢 初步看都未必太過悲觀著 原因可以從外圍講 外圍方面 今天有些壞消息 政治也好 經濟也好 但是外圍市況是不理會的 先講政治方面 政治壞消息就是 講了很久的特朗普彈劾正式開始 開始 有段時間搞 雖然大家都知道 最後的結果 彈劾不成功的可能性是大 但是一路搞一路調查一路作證 特朗普在這種情況之下 會不會又做出所謂外交內政的延續 透過外交搞風搞雨 試圖轉移國內的焦點 如果在這種情況之下 可能外交有些動作對他事不利 但是市場市就不太理會有關方面的消息 直接不用怕這件事 當這個彈劾無盜 這個壞消息不理會 這是市底不錯的表現 與此同時 鮑威爾的說法 對市場也不太有利 因為一方面 他否定了特朗普呼籲 美國要學習 德國、日本要行負利率 他正面否認了行負利率的可能性 與此同時 如果美國經濟不再惡化 他可能會維持現在的利率水平 換言之 初步說 利率政策已經差不多 暫時不會再減息 往後會否再減 看經濟數據表現 換言之 經濟數據 除非繼續差 否則不減息 這對市場未必是好事 只不過市場 剛才說了 也不太理會 這是少底強的表現 事實上 亦有原因 可能與資金重新對環球股市 看回好有關 其中一個說法是 今年以來環球股市 資金流出 股市的股票基金 是多達2300億 至11月 你不要理會 雖然大舉流出 但發達國家股市 今年升了兩成 這是比較罕見 過去出現了兩次 一次是12年 一次是16年 根據花期報告這樣說 過去出現兩次之後 其後12個月再升兩成 環球股市 所以大家從這些數據來看 就覺得可能會不錯 加上11月份 至初步看 可能出現很久沒有見過 新興市場 以及發達國家市場的股票基金 都有淨流入的機會 換言之 資金可以重新流入 發達國家以至新興市場 這亦是對市場的氣氛 以至外圍虎市的形勢 轉好也有些關係 事實上 道指 剛才說了 特朗普的消息 彈下消息又不好 鮑威爾的說法 又不是太有利 但道指照升可也 昨天再升92點 走勢是強的 從這個角度來說 外圍市況 可能對港股構成支持 加上映指數 雖然早兩天都一般 今週以來的表現 算是偏弱 但考驗低位 2、8、9、1之後 連續幾天都站在上面 這樣算是OK 至少不像港股一樣 一瀉如珠 這是偏好的表現 所以外圍的情況 拖一拖之下 利好氣氛 趁拖之下 港股一舉跌穿 2萬6千點的可能性 都少了 加上幾隻重磅股 都很接近重要支持 即使網口可能有機會再跌穿 但短線試試支持 都有可能先行出現反彈 好像騰訊已經很接近三角形底部支持 估計試一試 至少都會彈彈 友邦也是 他已經下視了密集區 進入了 密集區進入了 隨時都有可能 在買盤入市之後 出現反彈 新鴻基 即使本地經濟股弱過弱雞 但是距離重要支持位 之上升軌 都越來越近 換言之再大跌空間 都未必是太大 所以這樣的情況下 都是有利 加上剛才提到 現在市場都普遍預期 今個星期六日 香港的政局 都繼續黏黏亂 不方會有好消息 所以換句話來說 都反映了比較差的情況 如果這個星期六日出現情況 沒有大家想像中那麼差 有可能恒生指數 在明天再試一次 二萬六之後 下星期六日 如果不是那麼差的情況下 下星期初 有可能先行出現反彈 所以二萬六千元 能否收到 短線有可能收到 出現反彈 但中場線當然是再視乎 往後發展 總之來說 下星期初 明天再跌 下星期初 有機會出現反彈 反彈起點大概兩萬六千點左右 以至上升軌道 時間關係 今天的分析就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